阴雨天气 嘉宇这处郭庙旁却是大排长龙 民众有的撑伞 有的穿雨衣 一等就是好几小时 就是坚持要等到为止 两手满满一买就是好几十颗 原来吸引民众闻香而来的 这是飘着粽叶香的端午节肉粽 嘉宇西区郭庙旁的肉粽摊 每天下午营业 还没起锅就有客人等在一旁 就为了这现包现煮的古早好滋味 而且味道很纯 肉粽也很大块 蛋黄也 最主要是很新鲜 现做的 我婆婆卖了六十几年了 你是接第二代就对了 我是第二代 现在到第几代了 第三代快要接了 除了包进卤肉蛋黄的传统粽 还有家乡粽 五味粽跟八宝粽等 传承超过半世纪的肉粽店 越近端午节 人潮越多 店家得出动一次 弄煮1400颗粽子的超大蒸煮锅 才能应付应接不暇的客人 平常三个就够了 那现在五六个也保护出来 重用很多人来帮忙包 这样子 对啊 可是今年都请不到人 店家加倍人力 敢供包粽 顾客也甘愿等待 就是要在端午节 印尽品尝 传统肉粽的好滋味 女士提问郑中文再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